囂張竊賊被圓警上口 奮勇歹賊的葉孫良就站在一旁 阿公一臉氣呼呼 手上還拿著長長棍棒 原來半夜他們發現 車窗被竊賊敲破 準備行竊 當場下樓合力圍捕 他就插住這個洞 他就整個洗不了 他就摔車 原來葉孫良一衝出門口 竊賊就跳上機車想逃 十四歲的孫子拉住車頭 阿公順勢拿棍子插進輪框 孫子又勒住竊賊脖子 就這樣困住對方行動 看不出來阿公已經88歲了 老當益壯 一點也不怕竊賊身形比他高大 扭打過程中 阿公又小腿擦傷 爺孫合體勤賊 孫子說阿公平常有在運動 現在還在擔任保全 連跟阿公比腕力也會輸 他力氣滿大 我永遠跟他比腕力過 在這之前附近另一條街 也有計程車車窗被敲破 車內四五千元的現金 以及證件不翼而非 警方懷疑也是無姓竊賊所為 十歲之位沒想到再度犯案 對上的是超猛爺孫 竊賊吃鱉晚敗 記者梁家文 吳國珍 杜云捷高雄報導 savez cannot you are